大家好,歡迎收看我AMS的秘密廚房的分享片 今條片想說說我在大新生活超市裡買到什麼又便宜又正的筍貨 這間超市的分店滿部港九新界 大家可以上去觀望,看看有哪一間在自己附近 其實在新城市附近有兩間大新超市 我自己就喜歡走這一間,相比起另一間分店 這裡地方大,走得舒服些,貨品種類更多 可以慢慢看慢慢選,這裡還有很多急凍食品和肉類 裡面的急凍食品種類都非常多,價錢比一般超市便宜 不過今集我就不打算說動肉 因為只分享我在這裡經常回購的物品都已經說到一集了 如果大家想看到我更多這類型的分享片 記得幫我訂閱和按鈴鐺 這樣就不會錯過我最新的影片 今集分享的東西有 麵粉食油 調味品 罐頭 煲湯配料 家居清潔用品 飲品零食 和烏冬麵 最抵用的韓國麵粉 高中低筋粉 它都有齊了 另外它更多一隻 是這隻牌子 台灣出產 33元有3包 平均11元有一包 同樣有齊高筋麵粉 中筋麵粉 和低筋麵粉 三隻麵粉我都經常會用到 用最多最快的當然是高筋麵粉 因為我經常用來做麵包 而中筋麵粉我會用來做饅頭或麵條 煎薄餐薯仔餅 蘿蔔餅 低筋麵粉會做蛋糕曲奇 這裡有隻韓國的麵包糠很划 除了可以氣炸豬扒 氣炸蝦餅 我會做這個 白花楊蟹鹹都會用到這個麵包糠 雖然三包便宜些 不過我真的拿不到 我選了低筋麵粉 買回來看看 這個台灣製造 沒有添加任何漂白劑防腐劑 買的不會很快便到期 存放日期差不多有一年 不是經常做食物 都分不到高中低的用途 後面都會告訴你可以做到什麼食物 還有一個簡單的食譜 一次過買三包便宜 唯起11元一包 可以試高中低筋麵粉 單獨買一包都是13元 有1kg 加少許低筋麵粉做麵包 可以更加鬆軟 又或者可以做下這個雞尾包 可以用高中低筋麵粉 接著講一下裡面 有一隻我用的米糠油 這裏都買得很便宜 除了平時煮菜會用 我做麵包的時候 很少用牛油 就會用米糠油去代替 另外也會有其他牌子的橄欖油 粟米油和花生油 這裡的調味品種類和牌子都算多 當然價錢都是比一般超市底 例如做醉雞這一對組合 花雕酒、香粗魯 這裡都買得很便宜 不知道叫粗魯還是粗魯 加工 這隻韓國醬都非常划算 大大支 500g都是賣18-20元 有牛肉和豬肉的分別 我經常會做牛仔骨 或者牛辣條 這隻特級魚露我都經常在這裡買的 14元有200ml 開封之後就放在雪櫃 和食用限期都很久 這裡後面就寫了一些類似泰文的東西 應該都是泰國製造的了 除了做泰式醬汁 泰國食品用到 我做這個魚香茄子 不加鹹魚 我會用魚露去代替 還有很多不同牌子的日本醬汁 和辣椒醬酸甜醬 雪櫃一定會有一支瘦喜燒汁 除了平日煮粉麵會進去做湯底之外 日式火鍋的湯底就是最常用瘦喜燒汁 有時想不到吃什麼的時候 最好一鍋過 可以放牛肉或豬肉 然後加些菜、豆腐 最後就放這個湯底下去 就變成日式火鍋了 另外當然可以煮一下關東煮 和做其他像我這個千層白菜豚肉鍋 那個湯底都可以用瘦喜燒汁 或者平日錄一下烏冬做湯底也很方便 包裝紙這裡印有100ml的份量 方便每次可以倒多少個份量 這支有500ml 就買$29 如果每次都是用100ml 都用到5次 開封之後就要放入雪櫃保存 接著就說一下我在雪櫃一定會有的日本醬油 就是這支味淋 這裡買$22 有400ml 尤其是煮汁的菜 我就很喜歡加少許味淋去提升味道 本身味淋是酒和糖去製造 但有少許甜味 所以有時連糖都不下 用它代替的 開封之後都要放雪櫃 其實香港這麼潮濕的天氣 所有醬料最好放入雪櫃 這裡有很多很划算的罐頭 最多人買就是5元一罐沙甸魚 這裡的吞拿魚也很划算 10元一罐而已 我經常來買的就是這一罐 北海道即食紅豆 它本身已經有糖 如果自己喜歡做甜品 可以加進去一些涼粉 或者現在很喜歡吃的芋圓 我最喜歡用它做一個3分鐘做好的紅豆蓉 不用浸、不用煲 很快就做到紅豆蓉做紅豆包 我都很喜歡在這裡買煲湯材料 它的種類都很齊全 細細包,不需要買太多存貨在家裡 這些煲湯材料通常都要放雪櫃保存 這裡是獨立包裝 那我就覺得乾淨一點 但如果你是真的很少煲湯的話 都可以在街市買一份份的材料包 最基本的煲湯組合 例如花生配微豆 赤小豆配扁豆 淮山配杞子 蓮子配百合 這裡都找到的 在家裡看看自己有什麼補貨的時候 發現原來有很多種類我都是在大生買的 當然有些都未必光顧它 還有每個包裝後面都會寫了有什麼功效 方便一些小煲湯的人 可以了解一下那個特性去煲什麼湯 又或者現在很流行焗一些養生的茶 紅豆水、雪梨水、杞子、龍眼水 我都會偶爾,尤其是冬天 就會焗水喝 龍眼肉我都經常買定的 用來焗水或者煲魚腥草 加上甘羅漢果去夠甜 連糖都不用下 剛才說到包裝後面有寫到它的功效 就好像這一包磁實一樣 它除了寫了功效 還有一些小知識和建議的食法 我煲湯就經常會加少少磁實一起煲 當然用什麼去煲湯都要看自己的體質 用這個組合煲得最多就是青紅蘿蔔粟米湯 經常買家居清潔用品 包括有洗衣液 它的洗衣液比外面便宜很多 例如這個牌子 在另一個超市就是這個價錢 而我最常用的是這個日本牌子的洗衣液 這個真兩裝非常大 660ml才買29元 這裏的消毒用品是英國貨 還要比外面的超市便宜 冬天的時候就最喜歡這些凡士林 這裏買都很便宜 現在潮濕的天氣 就最喜歡放這些吸濕器 在衣櫃、鞋櫃和櫥櫃裡面 這個雞排有備長炭除秋 一套三個賣20元而已 這裏的梳打粉大大盒都是10元而已 最喜歡用它用來洗些很肥膩的東西 有時都會倒進升盤渠位去一去油膩 通通過渠 在大生這裏都有我家長期有貨的五喉紅茶 一大支買16元而已 買肉山本身都出很多芝麻粉杏仁粉 而這些一袋袋即食的黑芝麻糊 35元有12包 用冷水、熱水、蔥都可以 非常之方便 最重要是黑芝麻、高鈣 喝一杯已經好飽 飲品方面 我經常在這裏買咖啡豆的 這裏有不同牌子的咖啡豆 賣兩包便宜一點 118元兩包 而這牌子的咖啡豆都抵賣 69元有一罐 有三個不同的口味 粉絲巴就會帶咖啡粉回公司充 這裏UCC買23元 到期日還是25年 我經常在大新回購的咖啡豆 就是這三個牌子 而這個鐵罐裝 我貪去可以開蓋之後 有罐儲存的豆 不需要另外找罐塞起來 還有這罐咖啡豆飲完之後 可以塞Star北這個咖啡豆下去保存 因為我自己都習慣 將開封的咖啡豆 放在鐵罐裡以防走氣 Star北的咖啡豆偏濃 粉絲巴就會比較喜歡 而我自己就喜歡這隻 意大利咖啡豆 為什麼 因為又便宜又抵 2.2磅都是賣148元 當然最重要適合我自己的口味 不會太濃 食用限期差不多半年 我亦都很喜歡在這裡買零食 好像這些一包包的蒜蓉脆片 都是3元一包 有時候有些新口味的薯片 都比外面便宜一點 這個和牛燒肉味都是新出的 這裡有很多日本東南亞的果仁紫菜和薯片 我自己就很喜歡這些細細包的果仁 每次吃一點不用一大包開了又要找地方放 這一個全素台灣製造的芝麻酥餅都經常斷貨 我自己就很喜歡吃 它裡面一層層入口非常鬆化 但凡黑芝麻的東西我都很喜歡吃 加上又可以補蓋 只是買20元就有一大包 裡面還是獨立包裝的 這裡的即食麵種類有很多 尤其是韓國麵有很多款 還要價錢比外面便宜 吃得辣的通常都喜歡吃 黑色這隻新辣麵 這裡都是買35元而已 我自己就經常吃新辣麵和安城麵 不知道大家有什麼介紹呢? 最近我見去了這隻牌子的韓國麵 價錢非常之抵 朋友推介說很好吃的 點抵法 大家看看我在第二個超市見到是這個價錢 看它便宜3分1的價錢 一於買一包回去試吃一下 在另一間超市我見到它譯了這個牌子 叫做蒲木圓 食用限期相對比較短 只有4個月左右 煮法跟其他韓國麵一樣 都是煮4分半鐘 我們開袋看看裡面是怎樣 它一包有4個 食用限期這麼短 當然盡快吃 今晚一於吃韓國麵 咦?那個麵好像很小一個 好,看看裡面有3包不同的醬料 灰色這包就好像液體一樣 紅色這包就是粉狀 而綠色這包就是蔥粒 拿著麵出來的時候 真是比新辣麵小一點 和它的麵幼一點 原來灰色那包是辣椒油 我還未加紅色辣椒粉 湯底已經變成紅色了 煮好了 可以看到它的麵是比較幼 和麵質質相對來說非常彈牙 但是辣的程度對於我來說 就頗為辣了少少少 接著就想說一下有些貨 只是翻過一次之後 都很久沒見過它翻貨 就好像這隻烏冬一樣 之前我在團購的時候 都有見過它 這裡買更便宜 加上團購還要給運費 所以這個價錢是絕對吸引 不過買完之後 已經很久沒見過它翻貨了 拆開看看裡面是怎樣的 這隻烏冬要煮12分鐘 裡面有3包 每包有6包烏冬 然後煮給大家看 它是粗烏冬 我當然用剛才的瘦喜燒汁做湯底 煮好了 好像平價一樣 很滑很彈 這個價錢 絕對吃得過 今次見到這包日清出品的 冬陰宮蝦膏露麵 看到日清出品 加上冬陰宮味 應該不會太伏 反正也是 立即開來試吃 打開包裝之後 就會見到後面要煮4分鐘 這些麵也要煮4分鐘 還有到期日相對短 10月就到期了 調味粉兩包 麵真的像泰國即食麵一樣 超小 小小 是很小的 不過你先試試看 你有沒有吃 冤枉啊大人 我沒有打斧頭 這個麵22元5包 平均4.4一包 拍得住韓國麵 今集的分享暫時到這裡 如果大家想繼續看大新的食品 或者急凍食品的話 可以留言告訴我 如果喜歡這條片 記得按LIKE 以及訂閱我的頻道 還要按鈴鐺 那就不會錯過我最新的影片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